好美哦 左边 左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摄影镜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镜头 好 需要补画面的举个手让我知道 好 左边 好 左边 好 右边 好 好 谢谢 好 各位妹妹朋友们午安 各位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天哪 你这样好美哦 这个完全把你的那个好生 老实承认就是在第一年他们要办金鱼奖的时候啊 然后他们就说想要号称变成台湾的第四金 然后我就这样 就是我就想是哦 然后但没想到就是真的来的时候 就我们第一年是办到华纳微笑 然后就是封街 我就觉得就是真的非常的认真 非常 而且我找到的那个所有办典礼的人员工作人员团队 都是真的超专业在办三金的一些 就是过后工作人员 然后所以就当时我就觉得说到第二年就还继续的办 到第三年就还真的很认真的就是连又是电视要转播 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很肯第一期的用心 而且我觉得金鱼奖是真的有可能成为台湾第四金 我觉得真的耶 因为我在看我们第一阶跟第二阶进去讲说 那个规格真的有更夸张了 很恐怖 很恐怖 你其实真的很有钱耶 我跟大家讲 你真的不要让我讲太久了 我都会乱讲话 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期待好不好 那我们荣家的帮忙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呢 你觉得因为你去年有主持我们一期金麦克对不对 你觉得在主持直播节目上面跟我们一般的就是录制的节目 就是观众看到都是已经漂亮亮亮的你 然后呢 有一点包装过后的你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就是主持人准时收工就会很爽 而且我给你讲是每一个来宾就是来参加 对 就会说直播这次太棒了 就是他都可以准时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时间内开始就要开始 对因为其实直播节目就是互动 对 然后你在那个可能一个半小时当中 就是大家就是尽全力把那个肾上腺素尽情发好 对 然后一结束大家就秒寿散 就完全不会有那种什么超时工作 或是要录到半夜这种 默默地讲出一些声声 就在闻律的生活 好好笑 那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就讨论说希望可以再更让直播主们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VIP们更有那种来玩party的感觉 就是比较不会没有那么严肃 对对对对再好玩一点 然后有表演可以看然后但是大家就可以有互动 然后很热闹这样 是谢谢荣嘉 谢谢 谢谢